注意看,这个扩大机太狠了 它竟然可以充当耳机扩大机以及穿流扩大机 甚至还能够当作前级使用 最重要的是,它的售价目前是14万9千元 在同阶层的价位里,已经是CP值非常高的存在了 听完是不是非常心动,是不是想要入手一台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YouTube Channel 那今天呢,我们要开箱一款 由这个英国非常有名的海外音响公司NAMM 所推出的这个Unity Atom耳机扩大机 那同时呢,它还有作为这个串流播放机以及串流前级的功能 那可能一般萤幕前的观众朋友对于NAMM这个品牌是很陌生 那我觉得这也蛮正常的 因为其实很多音响品牌,它的一个机器的入门价位带啊 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价格起跳 所以想当然你会认识这个品牌,一定是你对音响或你对音乐 有了一定的认知,再加上你的财力比较雄厚 你才会接触到这些品牌哦 好 那首先我讲一下就是说,NAMM以往音响发哨有对它这种机器外观的印象 应该会是那种比较扁扁的,要长方形的 那雾面金属的这种外观质感哦 那这个Unity系列其实是因为NAMM在近几年 为了因应这个串流音乐当道 所以它所推出的一个全新的系列 但最高阶的从这个Unity Star,Unity Nova 那到Unity Atom 其实Unity Atom有出一个就是串流扩大机的版本 就是它没有耳机扩大机 然后也没有前级输出,它就直接接一对喇叭就可以做播放 那同时呢这个Unity系列还有做一个这个Unity Core 就是它是一个CD的一个 转档的机器 然后也可以播串流的音乐 就是把你喜欢的这个CD全部转成一个数位的档案存放起来 然后透过手机的APP或是平板去做播放 然后这个Unity的系列价位是大概十几万到二十几万 就是 你说它在音响里面算贵吗 就是开始也算是比较 如果以音响来讲就算是中阶的器材了啦 那其实今天这个开箱 我并不会讲到它太多的一些 呃参数 其实它参数 就是可能不会讲到说它支援什么 呃 24bit啊384千赫斯啊支援到128DSD的规格啊这样子因为 我觉得其实音响的规格啊在今日其实大部分是 八九不离十就大部分都是很雷同的啦 就所以我讲一个同样规格的片段 我大概可以套用在十几个二十几个音响产品上面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开箱的影片 或是一个体验的影片 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在测试 或者在使用过程中 它所带给我一个反馈或者我一个感受或感想是怎么样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这款Unity Atom 它耳阔版本的这个 心得 那我们先从外观讲起 基本上正面它就是一个显示的萤幕 那不能去做触控 那我觉得它旁边按钮 其实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说 它有一个耳阔 跟这个 串流前级切换的一个按钮 这点其实 刚使用的时候 呃 非常重要为什么 因为我在刚使用的时候把他接上耳机 那我音量转的大概转到 40 50 我想说奇怪 怎么都没有声音 然后后来 玩了很久 我看说明书才发现 原来你要点一下这个 他正面有一个耳机的那个图案的按钮 一点下去 他就切换到耳阔功能 那再按一下 他就切换到这个串流 前级的功能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当你把它切换成 耳阔功能的时候 你有如果你有接扩大机啊 他是不会有声音的 就这两个不会同时的输出 所以这点必须要注意一下 那接着我们来讲到 刚刚讲到正面的萤幕嘛 接着我们讲到他上方 上方就是他的一个音量的旋钮 那他音量的旋钮 基本上从这个Unity系列 还有他们 近几年这个主动式的家用喇叭 WiFi喇叭 MUSO系列都是共用的 就是一个圆形的转盘 然后他上面的音量显示会是用一个 环形的这个灯条来显示 整体转动起来 我觉得是还蛮有质感的 要 他的机器的正上方是用这种 法斯文的金属 然后侧边呢 还有切这个 散热的这个 就是像是骑片一样的结构 然后整体的重量 我觉得是蛮扎实蛮重的 然后就讲他背后接头的部分 接头部分 当然这台他作为一个 串流的播放器 所以他有网路孔 可以让你接网路线 那同时还可以使用无线的 连接您家用的无线网路 那第2个在于说 呃他可以接所谓的数位输入 假如说你有 假如说你有同轴 你有这个同轴大部分是蓝光机啦 那第2个假如说你有一些光纤的输入源 假如说你像电视 就可以接到这个 Unity Atom上面去 那透支他还有一个类比输入 那类比输入假如说你有一些 UTSD player你想要接到这个Unity Atom 然后Unity Atom来作为一个 所有你训言的管理者 那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类比输出的部分 他有一个一组的RCA输出 那还有另外一组的这个平衡的类比输出 所以通常以一般发烧友来讲 大家都会或比较高档的 扩大机 都会有这个平衡的输出以及输入 那为什么呢 其实平衡的这个接头 第1个从接头的连接上 他做的是比较扎实 就是他比较不容易脱落 他的结构 那第2个再讲就是说 平衡式的这个接线的结构啊 他在长距离 长距离的传输的时候 他有着更低的噪音 所以你看到其实舞台啊那些 假如说你在看那种吉他 就是 很多那种舞台的那种 接线他很多都是平衡式的这个接线 其实原因就在这边 那再来呢 他的耳机扩大机 他也是使用一个平衡式的一个接口 以及输出 所以就是 很多听耳机的这种发射 他们就希望有这种平衡式的输出 就有更大的推力 以及更高的音质 好所以基本上他整体的外观 讲到这边就结束了 但他的NAM自己还有一个他本身的一个App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 呃像 像如果你使用Tidal 这个NAM他有支援这个Tidal Connect 所以其实你从Tidal的App 就可以直接控制这台NAM的机器了 那假装你听Spotify 也是可以直接从Spotify控制 你听Apple Music 你也是可以直接从iPhone上 通过AirPlay去控制他 所以我觉得 时至今日你说 一台 音响 有没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 播放音乐的界面 一个播放音乐的App 我倒是觉得 还好 就他不是影响你购买 这台机器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他的一个声音的使用的感受 像我测试的时候我有先用耳机测试 那我耳机测试我是使用Focal的ClearMG 大概 四五万块的耳机直接接着平衡的一个接头做测试 那我讲说 我之前有听过 上一回 前几回我有用过Sony这个金砖 我也有测试过 那我直接讲一下两者的听感不一样的地方 就我用的一样都是用Focal ClearMG这款的耳机 但是我觉得 像以Sony金砖来讲 他整体的音色会觉得 音场让我觉得 比较小 但人声会比较贴近在跟我讲话唱歌的感觉 但如果是Unity Atom的话 他就给我非常宽广的这个空间感 但是以我个人的喜好而言 我反而更喜欢Sony金砖的音色 那坦白讲这是我个人的喜好 那我觉得这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于说 其实我平常接触音响系统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在听耳机系统的时候 我希望他可以带给我跟 音响系统是 截然不同的音色感受 那自然我对于音场的这种宽广 我就没有那么要求 我反而希望说 他可以带给我就是 很像人声在我旁边讲话 音场很像在小空间 或是直接有人贴着很近的那种感觉 乐器很近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长听耳机的发烧友 你反而会喜欢Atom带给你这种 以耳机来讲 就以耳机的机器来讲 比较少见的大音场的这种 宽广空间感的一个呈现 所以就建议说长听耳机的观众朋友一定要 试试看这个 Unity Atom 他的这个耳扩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他的一个平衡输出 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串流播放器 或是一个串流前级 那为什么讲说他是串流播放器 又是串流前级呢 就是 呃这么讲 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 当你接上一个后级的时候 他的角色就像一个串流前级 因为也会通过Atom去 做调整的音量 但是如果当你今天接的是一个 综合扩大机的时候 你可以把Unity Atom 他的音量开在某个固定的值 然后这个你去转动你的综合扩大机就好了 所以这两个基本上 他差异就在于说音色的掌控 那我测试的时候我是使用NAD的 N10这台Oin1的机器 那N10本身他就有一个串流播放音乐的功能 所以我测试的时候 我透过这个 N10播放音乐 他本身的这个DAC解码 然后从他的固定输出 那 在我测试Atom的时候 我就Atom藉由这个RCA的连接线 接到N10去做播放 来比较 两者 到底播放音乐的时候 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 但是当然有些发烧也会 音响的发烧也会讲说 你这样的测试 其实不是很 很正常会接的接法 坦白讲 我必须讲 就这种接法 其实正常 满音响的人都不会这么接 因为 通常你Atom 就是直接会接一个综合扩大机 或者接一个后级 但我觉得我这样测试的目的主要在于说 可能很多人好奇说 你一台15万的这个播放器 你接到 同样一台扩大机上面 你会有感受上的差异吗 就是 你看原本是一个10万块 N10它是一个10万块 All in one的综合扩大机 那又加了Atom这15万的效果上去 到底 你能不能感受到音色这种巨大的差异 好 所以我就直接开始了测试 那 我也 测试了几首歌 然后我就直接跟大家讲结论就是说 真的有差 而且这个差距是 我觉得是正向的 然后你一听就会有差的差别 首先我讲一下音色上的差异 就是 然后我顺便讲一下我测试的喇叭是使用focal的这个 落地喇叭 我先讲一下N10跟这个Atom音色上的差异 以N10来讲我觉得它音色会比较偏 亮 然后就是 它的低音不会那么的沉 但是低音一样会有一个量感 就是它有一定的份量 但是如果是Unity Atom的话 它的低音就会非常的深沉 然后它整体的音色 坦白讲 Name这个品牌 它以往给我的 印象就不是走那种 很高解析的 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就是 音色就是沉稳 然后 就是 内敛 温暖 然后给人非常舒适舒服的感觉 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你怎么讲音响都很像那个说书人在天桥上说 说书说的天花乱坠的 这样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 但我必须要讲 有时候你做一个音响的评论 或是你 你讲音响真的是非常的难 因为 这种音色的感受有时候 它很难去用数字 它很难去用数据去做 一个量化 那你要用文字去表达这些 感受 我觉得 就真的有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说 你讲那么多 不如就是直接去听 因为这种东西真的有时候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再去 指责那些音响的评论员或杂志的 写手了 因为 这种事情 尤其我在做 录为YouTuber 发现有时候 要用言语表达这些感受 的确是蛮困难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 Unity Atom 它的音色来讲 我觉得 像我播放一些金属敲击声的时候 N10的声音来讲会比较 锐利 但是Atom的话 它也 它不会那么锐利 但是它是很舒服的 然后 但是它的解析也还是有 就是它声音依然是清晰的 那第2个差别在于说 我觉得 Atom 加上去说它整个立体感的表现 更好 甚至它的整个前后的众声的感觉 也变得更好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会很难相信你说两支喇叭放在你的前面 那你怎么会有那种前后 就有左右的感觉大家可以理解 有左右喇叭 左边有声音 然后 右边有声音 这样就会有左右跳动的感觉 那前后 的感觉怎么可能呈现得出来 那我必须要讲就是好的立体声录音 其实你真的听 前后远近 是会有感觉 那在 N10它接了Atom 在播放之后 其实这感觉 单比N10播放的讲 是 我觉得是加强许多的 但是 就是回到 总结就是说 好 那 我们设置还有感觉 那 很多观众朋友就问 就是一个问题说 那 究竟 这个加上去的25万组合 有没有 值得花呢 就是 我会说就是这有时候影响 它并不是 回到一个 问题就是说它有时候并不是 可以被数字量化的啦 但是其实正常大家不会这样子搭啦 所以 通常建议大家就是说你买这个 Unity Atom 你可以配一个大概10万左右的 像我们之前有讲到YAMAHA的 AS系列 你可以直接上到它最高阶的这个AS2000的一个扩大机 然后你可以接着它直接做播放 那我觉得那样的效果就是一定是可以让人 期待的这样子 然后 呃 我们接着再讲一下 使用它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 你可以说缺点吗 也不能说缺点就是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说 首先呢 它的APP里面有 有一些东西我就觉得一定要去做调整的 第一个就是在于说它的 首先 它做Accord的时候你可以设定一个它的极限 音量的值 其实这点我在之前都有讲到就是说 呃 尤其是音响产品 他们 这种高价的 音响产品 他们的功率可以做到非常的大 所以你的声音可以非常的大声 甚至大到你耳朵受伤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音量限制的功能 在 这种高单价的音响产品里面 基本上都是必须的 因为你不能使用一个产品 但是 呃你还要担心说 因为操作不当 所以可能会导致你的器材损坏 或是你的耳朵受损 这基本上 是我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觉得 呃 就是 这么讲 就是在有 这种耳机的产品上面 有这个 音量限制的功能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不够 为什么 因为你看你今天可以透过APP去 设定它的一个音量限制的大小 这个 同时也代表着说 你可以透过APP去解除这个 音量的限制 那我相信大家使用音响 就是 通常最怕的就是 两种人 一种叫做 就是 女人 老婆 另外一种叫做就是小朋友 这样子 就是 你看喔假如说你今天你在听 用这台当耳廓 然后 你的小朋友拿着你平板 乱点乱点乱点 结果 他不小心把那个 耳机音量的限制解除了 就是 耳机音量就开到很大 那 你会不会害怕 坦白讲是我 我会觉得 蛮担心的啦 就是可能有观众朋友说 怎么可能那个 那样点要不太 就是不是那么好点啊 就是他哪有那么好点的 小朋友也不会说那么 就是一定会去这样子按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他是 有机率的 并不是不可能 有小朋友乱按 乱按就是有机会会按到 这样子 但 如果你是一个人使用 就是 那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你可以放心的使用 这样子 那第二点就是讲说 他喇叭输出前级输出的部分 他一样有这个音量解除的功能啦 所以就是 假如说你今天接一个功率很大的后级 一样可以去设定说 他当前级去做音量控制的时候 音量最大极限 要开到多少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 我在这边要让大家知道就是 应该去注意的一些音量调整的功能 我觉得这功能 算是最实用的啦 因为你在使用这些音响器材的时候 你第一个最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安全嘛 就是我觉得这 很重要 这真的是很重要 可是有些人说 这个没有什么东西 就你自己小心就好啦 但我觉得有时候很多的东西就是 小心 小心再小心 就是 这才是一个 就是到了某个价位的器材 这样子做 我觉得 让人用的安心才是 负责的表现啦 坦白讲 就是如果我身为厂商 我也希望我的消费者是用一个 非常安心的 好啦 那最后的 这次的节目 就到这边 其实 呃 好有些观众朋友问说为什么我没有录音 其实我觉得以音响 当然 如果其实要录音 我觉得像这种音响产品 他录音 第一个你要去做所谓的 整个西装一整套的录音 什么意思 就是 当然 坦白讲如果是NAMM的原厂 我也希望他是配一个NAMM的扩拉机 这样才可以控制说他整个都是在 他原设计者的 这种想象范围内去做发声 去做一个 他 设计者认可的声音 所以这次搭配M10我就没有去多录音了啦 那如果下次有机会 我们有这个NAMM一整套的音响 我们再去做录音 那可能最后就是说我推荐给 哪些观众朋友使用就是 我觉得这个产品设计方向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你是一个 耳机的发烧友 但是你在未来有可能会转战这个 音响系统 那我觉得你很适合这台 Unity Atom 因为有很多的耳机的这种 不管DAC也好或耳扩也好 他有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你耳机不玩了 你要听音响了 你器材都要重买 你器材都要重买 那Unity Atom基本上你就是如果你今天听耳机听一听 不想听音响听音响 那你就是无Tone的直接转换你就买一台后级扩拉机 你再配一对好喇叭你就可以直接听了 那第二个就在于说如果你是使用一些 坦白讲 你现在要找十几万的这种串流播放机或串流前级 坦白讲也没什么选择啦所以你是要找一个 中阶价位的一个串流播放机 我蛮推荐你的 那他适合的喇叭或扩拉机 其实我觉得 你基本上找一些那种德系喇叭 或你找一些那种高音量的 锐利的喇叭 我觉得搭配NAM的器材都还蛮适合的 像 当然 我不 也许有人会说啊你是因为Focal跟NAM 现在已经变成同一个集团了你才这么讲 但我觉得 其实也不是就是 像德国ELECT 我觉得也会蛮适合 NAM他们家器材 就是有一些器材 你听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哇这声音太锐利了就是 刚开始听可能觉得说解析很高 然后声音很刺激 但久听 不耐听 那这种喇叭如果你搭配NAM的 扩拉机 或者他的 播放器 我觉得是 蛮适合的啦 就是 呃 声音我觉得有时候就像这种 颜料一样 喇叭是一块颜料 那扩拉机又是另外一块颜料 那两个颜料加在一起 调和了以后 他就会有一个最终的面貌存在 所以这有时候我觉得又是 另外一个课题 也许之后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这样子 好啦 那这次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 那 一样 如果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私讯我们的官方脸书粉丝团 我们一样的所谓的粉丝优惠架 那如果有 更多想看的想听的 就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留言区底下留言 那也记得大家按赞 订阅 加分享 那我是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